0403 震災重建条例草案 以及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 日前立法院会经朝野协商达成共事 改为做成三项主决议后 其中争取补助以原地融机 新建成本85%为原则 红单建物拆除由政府全额负担等议题引发关注 19号内政部次长董建宏也到了花莲召开说明会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 傅昆奇也强调就是要把灾民房屋盖回原貌 恢复灾民原有的生活 0403 地震災后各项的重建工作是如火如荼进行 立法院在7月16号通过共三项主决议 以协助地方重建 那么19号在环保局与灾民召开说明会中 包括了天王星 统帅大楼等受灾户表示 希望中央的方案能够尽快执行 那第一条路就是有农积 奖励30% 那第二部分就是你原来的房子把你盖回来 就是这样 因为地还是你的嘛 对不对 现在就是新建成本的问题嘛 新建成本堵出发射 就原来的房子把你盖 那15%大家在想办法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让大家一起往前走 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如果大家一直坚持要留这某些东西留在原地 这个就会有点困难 但是我们会从其他的角度 其他的资源共同来补助 那所以总到刚才的意思 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一定会用最好最优的方式 请让照顾大家的权益 所以大家的意见都提出来 因为如果现在他是以用社会住宅的发包价来看 如果现在社会住宅 我看那个引建所社会住宅是18万一瓶 那他的85%的话 只瓶可以补助到15万 那会比原来的12万再多了接近3万块 那当然是有利的 我们还是希望再去跟他争取有关 第一次的方案里面 有排除就是非自助的这一个所有权人 有方向 然后有实质的补助 我们希望能够快一点把他重建完成 令委布昆奇表示 0403地震的影响远比先前0918 以及0206严重 提醒内政部不要玩文字游戏 我跟刘四方刘部长 我们沟通的内容非常的清楚 过去所有的大地震 所有的这些灾情 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 我想花蕾的0206 大地震在2018年 我们也是把它照应用容器把它盖回来 让它暗神秘密的窝 我想我们沟通的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政府不要对灾民玩文字游戏 内政部强调召开说明会 目的就是希望听取地方受灾民众的意见 将带回后续研议 详细办法也将会在两个月内定案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导